萧worker的董室 谢谢管轩的介绍 首先非常谢谢春之夜当代艺术季会 非常感谢他的邀请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跟两位我非常敬仰的艺术家 一起在这边介绍他们 这个长久以来 一直到最近的这个艺术世界 首先我先介绍两位 坐在我最右手边的是高俊侯 然后石敬华 我在五分钟前问他们说 我要怎么介绍你们啊 可不可以只介绍说 你们是行文艺术家 然后石敬华就很nice的告诉啊 大概可以啊 然后俊宏提醒我说 可不可以不要介绍 我们是行文艺术家 就说是艺术家 那我觉得这两位的回答呢 已经慢慢的透露出来 虽然他们以这个身体 或者是行为艺术的角度 开始他们的创作 可是他们的视野 跟他们怎么样把身体这个问题 扩大的这个面向 已经从他们的回答里面 可以这个略知一二了 那我想我今天在这边的这个功用功能 这个经过跟这个基金会的讨论 我们今天的主角 其实是两位这个艺术家 他们的艺术时间 那我们即将用大概有至少九十分钟的时间 来聆听他们从过去一直到现在 他们艺术实践里面所涉及到的问题 他们怎么样去开拓 从身体所延伸出来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今天可以讲很少文化 但是我跟各位一样非常期待 然后也非常的开心 我希望从今天的讲座里面 我们可以重新再拉开一些一个 过去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些新的视野 那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任务 把这个命题先做一个提点 那希望这个小小的一个提点 能给各位一个起头 然后呢 接下来就把棒子交给那个实心王高俊宏 对这个命题 刚刚那个运营介绍过 亚洲当代艺术的身体性这个命题 我想这个亚洲当代艺术的身体性 并不是亚洲当代身体性 也不是亚洲的身体性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这里不是一个就是想要试图去勾勒 什么是一个民族性的身体性 这样子的一种视野 绝对不是 相反它比较像是 不知道刚刚运营所提过的 就是说 无论是在表演艺术里头 或者是从1960年代以后的 行为艺术 从拉出来的这个线索里头 这一些艺术家 他们怎么样透过自己的身体 去回应或者去探索 或者去反思他们自己所处的时空 跟他们的一个文化状态 我想身体这个问题 也许我可以这样子说 就是说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身体 所以这个好像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有一个身体 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 可是我想提问的是 我们真的拥有我们的身体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对这个 跟外界隔开来的这个肉身呢 具有一个主导权 或者是有一个拥有权 或者是有一个行动权呢 那这个是我在两个艺术家 还没有开始他们的这个 讲座之前 我想开始先丢出来的一个问题 身体这个东西很像是 在个人主义之下 个体所拥有的所有权力的最小的 一个基本单位 所以好像每一个人都说 OK 我拥有我的一个身体 仿佛拥有它呢 你就可以决定它的面貌 但是呢 在时间跟空间上面 我们真的拥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吗 这个是我首先想要丢出来的一个问题 那也许这个不是太困难 也有一点这个暗昧性的一个问题 可以带领大家等一下 进入也许是石敬华 或者是高俊宏 他的这个创作实践里头 来思考这样的一个命题 那第二个是我想提出来的是 一个不由自主的身体到能动的身体 如何可能 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身体是不由自主的话 那么到这个具有能动性的这个身体的过程里面呢 他的可能性到哪里 今天这个扩张性的身体呢 是姚瑞宗的这个亚洲当代艺术身体性里头的第一个主题 那我想我稍微为这个主题开一个头 就是说身体艺术或者行为艺术这个命题 在试学艺术领域里面的同样的讨论 大概是从1960年代开始 那这个命题跟当时西方主流艺术追求的去物质化 或者是观念性啊 或者是本身性是通与不了关系的 那今天两位艺术家都是从比较自身 就是说个体艺术家本身的经验 出发的这样的一种生理艺术的实践 多多少少跟这样子的一种脉络是有关联的 那但是呢我是要说虽然有关联 其实他们的实践处理的命题是不太一样的 只是我现在想把那样的一个背景跟环境稍微提点一下 当时1960年代谈这个行为艺术或者是身体的这个命题 它的背景呢其实是从冲向表现主义追求的就是艺术就是自我 以及极简艺术是不是回归到艺术框架的一个探讨 那行为艺术呢延续着把艺术家的身体当作是被返迪卡尔身心二元论 朝向艺术家的身体来替代所谓真实的这个方法 这个背景其实是1960年代开始讨论身体的一个环境 或者是一个脉络 可是我要强调的 我们今天并不是要重新回到那个脉络 因为我想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呢 就已经不再是那个脉络可以帮我们解决的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聆听两位的这个报告 我希望可以在这里呢打开一个新的视野 是重新去透过这个无关身体的 或者是身体艺术形容艺术的一个实践 去看见那些在我们文化时空周围 我们上会被看见或者是无法瞥见 无法行动的那一个部分 最后在把麦克风交给这个艺术家之前呢 我想你用一个人类学家的一句话 来为今天的这个讲座起一个头 他是这样子说的 他说身体其实是一种模型 它可以代表任何一个接受牵制的体系 他的界线可以代表任何被胁迫 或者不稳固的界线 好那我想 我就先简单的开头到这边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 我们是不是请这个石建华先开始 他这样那个 他准备非常丰富的一个关于 他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 身体艺术实践的一个历程的报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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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以前告诉我一下 我先讲一下我从来没有想要做艺术 那后来现在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 我先解释一下今天我的题目 我用大标题叫身体艺术 对我来讲 我自己在这边暂时定理说 身体是一个我在处理中的问题 然后身体是我用艺术在寝思的一个对象 那有些时候 应该说多数时候 我根本就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个工具的用 那就是我在17岁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在一个半月就掉了快20公斤 然后后来发现我有用了一些糖尿病 那这种糖尿病就等于说 我自己的胰岛素已经完全不分腻了 那我就要靠外来的胰岛素 那当时都是从猪的胰脏去提炼 然后有时候体质会过敏皮膚 还会有些出疹 那后来就越来越进步 就人造基因出来的这个胰岛素 那可是因为我如果不用这个胰岛素的话 我的食物都会在我的血液里面中流 可是我的器官却得不到养分能量 然后这个这么高的糖甜度在血液流以后 经过肾脏的时候 那就流出去了 所以小便是甜的 那胰岛素进去了以后 进到我身体以后 就帮我把这个糖分 可以变成肝脏或脂肪存起来之后 后面来用完 所以基本上 我没有一个这个克尔蒙来帮助我 有效的利用消化食物 所以呢 因为这个病的关系 我要用那个针 然后我就必须要自己厌血它 然后后来 我自己领悟到说 其实医生不太能帮我 所以我要自己管理自己 那已经关系到一个问题了 人家开始管理身体 那过去我们是把管理身体 或者那个全外交给医生嘛 可是这次不是喔 医生说我帮不了你太多 因为你一个月来看我一次 所以我必须要监视我自己的身体 然后控制我自己的身体 然后做出决定 然后我才能救我自己 但是这个方式其实是帮助我 比较有自觉的活着 所以我当时遇到的考验 就是不只是我身体健康要维持好 然后当时又有升学的压力 情感的问题 自己家里也发生一些状况 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 本来想我是念社会 我没有意思要学艺术 那但是后来 我成绩一直都还不坏 可是我后来考试就什么都没有 那我就想好那我花了两到三年 我从头弄清楚我到底要干什么 因为我过去填的志愿都是照排行榜 然后那时候我就去学艺术 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 这个艺术对我来讲像是个救生圈 原因是我那时候 我觉得没有希望 因为这个并不会好 然后另外我很大的挫折是 我一直控制不到一个理想的学校 因为那时候的颐导处很粗糙 不像现在的颐导处很敏感 然后可以有中校长校短校 可以综合运用 所以我可以控制得比较好 所以我一直在挫折当中 然后我就把自己封锁起来 我不让同学知道我的状况 只有导师知道 同班有一个同学知道 所以我过了一段很封闭的时刻 然后所以艺术就变成我梳挖苦门 或者我要看清自己 然后后来变成我理解世界 或看人生的一个工具 然后甚至到很后阶段 我可以发展自己的艺术的语言 然后我的题目我用了方法 然后找到意义或价值 那我画了很多走钢索的人 那我觉得这就是类似像我这样的人的状况 就是低血糖你立刻会休克 你就没命了 然后但是你长期的高呢 后来你身体会有病犯症 所以我一直要走在一个中间 不要掉下去 那比较大的危险是低血糖 可是如果你 对你可以乱搞 吃两百三百个血糖 可是十年后二十年后 器官都关掉了 那所以我一直要想办法维持平衡 所以这个 然后我要控制的就是运动 药物跟饮食的关系 然后 那一直经常死亡的危险 然后所以我就挂了一些走钢索 你看那些人都没有投 我只是被迫要在上面走 然后 而且我这个身体就等于是 你们的都是自动的 食物进去 你们的胰岛素就开始分泌 可是我是手动 我要先练一下 哦两百 然后加三单位 就是三单位 然后我再吃这一餐 而且我吃的分量都要稳定 不能乱吃 然后 好 就类似这样子 或者你看那个东西有点尖锐 然后我画了很多的字画像 就是要看清楚自己这个状况 好 然后 我觉得很大的 就是食物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美味 因为我有时候赶快吞一片吐司 是因为低血糖了 我已经在发抖到南汗了 那旁边没有人知道 他没办法帮我 所以 就是 就突然把它 所以 我的素描版 就是像这机一样 在过日子 然后 对 我画了一些 那时候住院的状况 然后 我有六年的时间 就不公开自己的状况 后来在大学的时候 我公开了自己 有这个状况 其实 我本来有自卑感 我怕人家会 看不行哦 可是后来 很好的是 我的同学都非常关心支持我 然后发现 我冒冷汗 会问说 今晚你有没有问题啊 你要不要吃点饼干 怎样 所以也因为这个 有旁边的人支持 我就比以前更放松 以前活得很紧张哦 然后 我不敢放松 晚上 半夜冒冷汗起來 我不敢睡 那 我怕昏暖 你昏了 就完了 可是后来 因为旁边的人 会看我 所以我才放松 我就不要有能力 所以我那时候学习 就进步很快 所以我也觉得到处 其实不要怕 这个事实上 多数多数多数 很大的多数的人 都是非常好的 你应该 要相信别人 那段自己封闭自己的状况 有点像这样的状况 你住在一个很高的牢 那你根本跑得出去 那我爸爸又在少年监狱工作 他是院长 所以我很容易进出监狱 看他们被操练 剃光头 那我就画了一段 那段封闭自己的日子 我穿了囚服 然后 我把自己逼到一个死角 没有退路 因为我发现 很大的问题发生在 你说寂寞 其实是一个 不是你脸书了多少朋友 根本是自联的关系 如果你把自联解决掉 你不会寂寞的 所以我用艺术 有很多时候是把自己 逼到死角 让自己比较逃脱 然后后来终于 我就把旧的囚服挂起来了 我可以看到过去的自己 然后自己在想 过去我做的事情 然后现在 现在已经开始了 那这是 那我就在跟同学讲 我身体状况的时候 画了这张画 因为那个床 右边是无限延伸 左边我想要下床 所以之后我就跟同学工作 结果很好 我开始可以欣赏公子 然后现在 就开始讲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 我之前先谈问题 但是最后我会给一些我自己 到目前的答案 就是究竟是为艺术而人生 还是为人生来艺术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艺术跟生活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有可能合一嘛 其实我觉得 60年到70年代的艺术家 都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另外 艺术跟生活的关系 如果我是个艺术家 谁高 谁低 好 那我其实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一举两者 我可不可以同样做一件事 也在照顾生理 也在生产艺术 然后另外 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负面的 原来的所谓的负面 变成加分 那很有幸 就是因为我 十大的关系 所以我就走向观念艺术 然后就开始 这些就变得有可能实践 好 刚才讲 就是我 我自己 后来我自己设计了一个表格 我会记录下 这是我的血糖 我会把我的手指挤出一滴血 然后再十三点 然后几秒钟 然后得到一个数字 然后我就要记录 记录是 左边是年月日 然后时间 右边那一格是胰岛树的计量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有个好处是 但是 我也会反省 我最近 怎么老是在早餐以后高学来 所以我就要反省 早餐吃的东西对吗 不对 那你就要换一个食物 分量要减少 或者说 不对 你吃的量是对 热量够 但是你岳岛树不够 所以 那个记录是为了要 为了我身体的控制 所以后来呢 我 我一直觉得 我正在做这件事 我需要一个更强的动机 如果我知道我在做医术 我会做得更勤快 你知道吗 所以 好 所以这边有一些特写 大家看 左边像这个是3月12号 6点58分的时候 取成69 那这是胰岛树 长效 短效的 那 我每一年 会有一张这个纸 会出来 到目前这里有30年 好 那我真正理想要做的一件事 是这样 比如说 我要做个展览 就是 活过30年 我把这30年记录 全部输入到电脑工面 然后呢 你们知道印表机有种撞针式的印表机 它一次可以出来两层三层 对不对 那我会要那个打出两层的什么 印表纸 然后呢 展览厅的开门的地方 门一打开 印表机开始印 那开幕的时候 我开始印我 1983年的第一张记录 那我的表格是什么 就是 你知道 就是那个 水瓶垂直奏 所以这个题目叫做 存在水瓶 那 如果印得太快 我就把门关上 把门关进来 印得不够快 晚上熬夜 把它印 然后呢 印穿的表格 我就从纸角落一直贴 一年一年火 对不对 天花板 地板 最后 都铺满了 就在地上继续跑 然后 展览结束以后 所有的纸 墙上的 地上的 都拨下来 揉成一个球 所以 它算是一个雕塑 然后另外呢 另外一层纸 全部装饰箱 就做文件 所以基本上 概念是这样 我活了30年 那我用30天 我活一遍给你看 所以是表演的概念 我是表演 那 但是 对 这要放很多时间在电 然后另外就是 厌了血糖的时候 会有些医疗废弃物 刮刮市值 九星棉球 那 这几个地方就是 好吧 在这段时间 我去过这些地方 工作或旅行 就是 我大概一个月 会产生一包这样的 医疗废弃物 那我取名叫做 一颗珍珠 大小在这里 那 我的想法概念是这样 反正到现在 我图一次留着 哪一天我走以后 我请我的朋友 做个装置 就是地板上一直抬 然后第一包在那里 可是最后 我最后走的那一包 我的朋友会帮我用红绳 打成一截 所以等于说 我用一生 念了这串珠 概念是这样 为什么这件作品叫 珍珠念珠呢 我觉得 珍珠里面是瑕疵 对不对 是沙子 或石块 可是 如果有适当的智慧 或者 它可以变得很圆润 最后是一个宝石 那 原来 没有绝对的痛苦 如果你有足够的 心态 或智慧 痛苦 可以变成 一生念出来的 一串美好的记忆 所以这个就要靠 我的好朋友 你看 这个针 目前继续在穿越 那它有少来影像 所以一年会有一张 这样的影像 这是05 因为我在02年开始 我买了第一台数位相机 所以我就开始每天拍自己的肖像 那我要做自己的肖像 读这个写错 这个应该叫日日飞 就是 大家看英文 就是 我这个观点 是佛教的观点 就是无我的观点 那我怎么做这个作品呢 就是 1月1号到1月31号 31天 我有31个档案 我用同一张纸在印表机上 过31天 那 是不是到31天的时候 脸就很黑了 那我就有一个1月的肖像 对不对 以此类推 2 3 12个月 然后 这12个月 我再扫描 再拿一张新的纸 印12点 我是不是可以合到一个1年的肖像 那 毫无疑问 就是黑妈妈的 所以 我的肖像 所以下面这是 1 2 3 4月 5 6 7 8到12月 好 第四件 那 好 前面三件作品 都是lifetime 就是我要做一辈子的 好 因为我这个并不会好 那就做 那另外这一件呢 是 这有个目标了 就是 我到 我到特利乌 对 后来我到美国 读研究所 接触我佛教 那个对我影响很大 就是 我在一个地板上 做皈依大礼拜 就是西藏式的大礼拜 然后 我的目标是 好 方法大概是这样 你先核实 然后 補下去 然后 前面有一个计数器 我按一下 然后我就再站起来 然后再扑 然后 我的目标是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次 那现在是八万多次了 那 我认为是雕塑 为什么 雕塑有两种 一种是加法 一种的减法 对不对 加法就是粘土一只堆啊 减法就是石头把它糟掉了 木头把它糟掉了 这个是减法 但是 我的身体是把刀 一直抹 一直抹抹 所以抹方便是 这是字画下的 我一直扑倒 一直 那这也有好处 借着这个锻炼 那个 骄傲 就会 被慢慢磨损掉 所以其实我们 如果有所谓修行 其实都是在修理自己的毛病 那骄傲 其实会招来痛 所以你把它阶纯掉 你越没有自尊 你越自由 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 然后 然后后来呢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有一天 这支笔 是我大哥给我的 然后我就去住村 然后旅行 然后 有一天我在写日记的时候 那个原子底的水就快没有了 结果我就拿了一张红白纸 随意的图画 一直到写不出 画不出水 然后 然后我就写了一首诗 关于我跟这个品的关系 就是大意来讲 就是 它快瀕临死尽 那 颜色也不好 那 离开家很远 那其实 就是我也离开很远 然后 因为我们一起写计划书 写日记 所以 他完全知道 我的想法跟感情感 然后 我就问他说 你愿不愿意跟我画 最后建座物 告诉我 你究竟在感觉的这一生是什么 因为这支笔 是跟我度过他的一生 然后 结果 我就扶起了他 然后 他就开始 就走 在画 然后 然后 越画越快 后来我几乎跟不上 然后 我们所有过去的旅行的程式 跟回忆 都一一整 就是流露出来 然后 他后来发抖 然后 我觉得 难过就是 再也不能碰到彼此内心的深处 那我都累了 可是他要求我再走一圈 就好像一个花式 流氓的冠军 他要走一遍这个冰场 然后 后来他停下来 那我就看到他心中没有任何的底绩 结果 停的地方就是刚开始我扶着他走的那边 那这就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张画 后来 我就做了这件 这走笔二号 就是 那个原子笔 有点像美国的玉兔原子笔 就很便宜的 八图丸 落水用紧 后来 后来 变成走铅笔的人这件作品 那走铅笔的人不一样 他用很多支铅笔 把一面 全白的墙 我反复的走 这个墙大概有十公尺长 高 快三公尺吧 不是 两百四十公分吧 然后 这边有个录音机 然后麦克风接到嘴巴 削铅笔机 有电源线 然后 铅笔魔王就在削铅笔机这里 铅笔机也都接着 所有的铅笔在这里 那 过程会念就是 往行所造诸位业 藉由五十餐生吃 重生于一只所生 我今一切皆灿文 所以 根本上 这是一个我个人的灿文仪式 然后 好 这就是 你看这个铅笔圈越来越大爆 然后 所有的东西我都留着 黑的胶带 呃 揉成一个球 声音 有卡蛋 然后 呃 尖 尖尾或个小尾巴 也都留着 这是 好了 就观念医术来讲 所有的文件吧 那这里是 不是在加州 这是在华山 台北 那墙越来越黑 明年这一座你们做完 呃 花了二十年 这在北京 那我当时就遇到一个问题了 我的老师认为我这是 就是 action 可是 我不理他 我在打他 我自己知道我在干嘛 那待会儿 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 就是 我跟西方人有些不同的观点 好 这是当时穿着鞋 好 这是文件都留着 亲笔穴 亲笔尾巴 交代 好 然后就用一支笔 重复的图 一直到全部耗尽 我做了一系列的 那等于我就把 这个笔的医生 让你干净 那我们医生 人的医生 所作所为 我们无法全部 一目了然 对不对 可是用一支笔我办得到 这个 比较情绪有点起来 有点起伏 那这个牵笔是用胶水固定的 这也是比较负面的情绪 我们那时候参加台北双园展 就是很愉快的 压力也很大 所以画画色就比较好 所以走笔对我来讲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抒情 可是像行为艺术很多都压力的 这也是回忆一些我家庭的问题 这是一颗心嘛 但那个心的那些墓穴是像刀一样的炸的那些什么 就我自己父亲和亲亲的关系 但是像画这种感觉很快乐 就是我安静地画水平线 所以整个过程很像静坐 所以我做这种很享受 然后也很漂亮 像水波 然后这个就关于主体性 就是我拿一支碳鱼 然后为它翻模型 然后就在上面这个纸张扇 把它全部抵进 把它用手来压进去 然后呢 翻到模型 我用一个橡皮擦 软橡皮塞进去 然后那个软橡皮 就在过程把所有的碳粉全部吸进 吸收完之后 我塞回模型 这是它 等于说这只泰鱼 活过一生的铲子 然后呢 我为它做了木乃鱼 因为它已经 那它变成粉末嘛 但是我浓缩它 它生前的样子 所以这也是关于主体性的 就是 我是什么呢 后来圣上 那这个就 很多支笔 变道 这样的 央苗 这跟我另外一件作品 叫 台北的 X科 武术有关 但今天 多一不多盘 我就 外看过 这件倒可以讲 这个很大的纸 大概150到200多吧 然后 过程就是 微跳到直中央 然后从边缘开始图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底心 拿到整支的铅 然后慢慢我把自己包围 最后我只剩下站的地方 然后我就跳开了 那我自己叫这件作品叫困兽 好 就是我觉得 这个状况很像艺术家创作一样 就是 你在做的时候 你必须要 要常常离开自己活的现实世界 然后很客观的看 然后甚至只是考虑形式这样 你调整 然后但是你又需要一些情感 这时候你就回到现实 拿过去的经验 然后你再跳过去艺术的创作 然后但是 所以在不断的离开现实的我 跟艺术世界的我的时候 艺术家不断的抽离 又不断的客观的看自己 所以艺术家变得很自由 就是我可以离开我自己 不再看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 或者 也可能是很正面快乐的人 可是你需要快乐的经验 跟痛苦的经验 或者你无法掌握 下手情众的多少 不知道 然后你还要客观的掌握美感 你要做的准确 可是在碰着那个时候 你的情绪不能出来 所以我认为就是这样 那走笔对我来讲 我一直在过一生一生 一直一直笔 我一个一个朋友送走 那就是他死了很多遍 那我用 我喜欢有一部电影 就是这个 Band of Brothers 里面 有一个军官跟他的部下讲 他说 他说因为那个部下跟他讲说 我在登陆罗曼帝的时候 我躲在一个蛋坑 我就睡觉 我不敢出来 他说 他说其实你唯一的希望就是 接受你已经死了 只有你已经接受了这一点 你才能像是一个军人 要做出你该做的功能 所以我如果一直不断重复死亡 对你就不怕了 你每天都在做好准备要走 所以你多了你就干了 然后 我要闪过来 想要做一件作品 就叫图围 这是一个困兽的图围 好 然后也是用走笔 我就登这座山 这个山尾图 我上不去 6638 以我身体状况 没办法 那 康仁波奇峰是 印度教 西藏的笨教 还有佛教的圣地 那他们会绕这个山 大概需要三天 顺时通道 那 藏人就是半礼拜绕这座山山 那我的方式呢 是我用一支铅笔 走出这个山的形状 那 就等于说 他的医生就为了绕这座山一边 我认为这个概念很美 然后不重断 然后他的身体都被消灭 然后越来越短 所以像这个笔我觉得很好 可是他最后结束生命在最高峰 所以他也没考虑他要走多一场 就知道了不同的山 最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快的跳 好 那我刚才讲到我对测量 还有控制身体的这个要求 的一些经历 那后来我到2003、2004年到 纽约PS1驻村一年 做了16、17个测量的计划 那会有这个动机 就是因为我自己身体的经验 就是我要测量从我工作室到地铁站有多远 那我就买了一个品牌 bubble 就是牛仔的 然后我从我工作室门口开始 我的助手拿一个鸡毛膽子 告诉我抽烟 喷的烟的边界在哪里 所以我就抽口烟喷出来 他就标记好这烟到这里 我就站到那里再吐第二口烟 然后最后我就离开了美术馆 到了大街 最后登上这个位置 结果 测量的结果 是269个的烟 所以我重新定义你知道吗 而且我用品牌 我后来用很多商品 因为这个牌子相当于大家都知道 然后他口烟的喷多一点 但我不是要追求客观 我重新发现世界 重新定义世界 在资本领域的商品下 用品牌 然后这个是我要知道 纽约市政府的周常有多少 结果呢 我就到旁边有个 21世纪的百货刷卡 当然刷卡都是有目的 因为我需要得到记录 然后我要买那个内裤 内裤的牌子成为一个单位 那当时本来我要买NYDK 因为我在纽约嘛 就到那个 那个内衣的地方我呆住 他说没有 那之下我就说 好啦Mascino 那Mascino是一个意大利品牌 向来以反凤主要名牌 像LOP为主 那OK也可以 然后我就顺时中开始设我的内裤 所以我在 这是市政府的三角形 那百货公司在这里 所以我就刷卡出来 我就走到市政府 然后开始设 后来警察就来了 那个 911才过了一年多啊 那 时代广场中 拿冲锋枪跟蓝狗 那我就跟我的朋友们说 如果他们要抓好 你继续拍 对 就不要停 后来没有啊 那个就是认为 一个人比较奇怪 那 结果 纽约市政府就是 228个Mascino 好 另外一个 我要测量林肯隧道 林肯隧道 只能开车不能走路 所以我就遇到有问题了 那 我的想法在 这是纽约马哈腾 对不对 对岸是纽泽西 可是我要测这个隧道 上面是哈德森 River 那 我的朋友开车 一进到隧道 我看到了阳光的时候 我就拿念珠 开始念 Om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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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扭折西的阳光 看到的时候我就停住了 结果是 200 多少个 看看数字啊 225个 但是 其实我要做的一个象征 是什么 和 我道彼岸 就是 我这生结束 在纽约 所以 我到下一生投胜的时候 我如何度过 我靠得持这个咒 懂我意思吗 对 道彼岸 所以 ok 然后我要找中心跟边界 我本来要做这个鸡脑站台湾 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车子 所以 纽约正好 马哈腾这个岛很小 所以 我基本上 我就是要 马哈腾的最北边 我去拍照 它河流跟岸上的交界 我到东边的公园 西边的这个船屋 南边有两个码头 那 我们说南边为什么不找一个 因为我脚有两只 所以我也拍了我的两只脚 两只手跟头 那我的中央是度脊 纽约市的中央是中央公园的大草屏 所以我就分别到这地方拍照 大草屏 然后我看着我站的中央 我用Photoshop zoom in 最后 焦距 我找不到中心点 我的肚脊 zoom in 找不到 我的北边 紐约的北边 岩石跟河岸 没有边界 你最后找不到河岸跟岩石的人 我的头发 我的手指甲 所以我用这个方式来质疑 我存不存在 或者国家存不存在 因为 我们讲国家的四个单元 就是人民 土地 政府 主权 那如果土地随着潮流 随时在变动它的面积 或者因为侵蚀 因为崩塌 国土在变 那你怎么知道 什么是你的国土呢 还有 这个国家的人民 生生克克都有人诞生 有人死亡 那为什么你们当初定了宪法 我要听呢 所以根本 民主或民主的理论 是个神话 那我们假设没问题 那大家就糊涂脸就过日子 那可是如果生就 我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的细胞 生生克克 细胞都在生死 台湾的土地也一样 所以不是台湾的问题 美国人也一样 中国大陆也一样 他们对国家认识是个 是个问题 好 那 这次我要量我的基基有多长 然后我就去买了一堆水果 然后我想办法让自己勃起 然后我就用水果比到我的长度 我第一次是一颗橘子一个柠檬 第二次是一个水泥一个番茄 第三次是一个苹果一个柠檬 第一次是用五颗樱桃 第五次是一个水泥一个番茄一个櫻桃 第六次是一个苹果一个櫻桃 所以过程我买了一堆水果 然后我就要用适当的水果的大小 凑出这个积极的程度 这是第一次的测量结果 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 所以我说像沐西之镜 就是沐西有六四度 可是我鼻子比较小 没有办法达到六颗能力 那好 最后用了所有的水果 就把一个塞上式的水果拼它 所以是这样塞上之镜 那最后 其他都小照片 最后是很大的照片 是真的这两张 好 拥抱计划 是我要拥抱 所有初春艺术家 包括我自己 那我就抱他们 我抱 比如说这个法国女孩子很小 我抱着 我就压出一个痕迹 然后画出表现 他签名 那我就抱了所有的艺术家 放过西班牙 荷兰 然后第二个阶段 我要抱了自己 那我认为这个作品 有一个隐喻就是 有点像台湾一样 我们朋友其实不多 可是我们内部分裂 自己不能抱自己 所以我根本连自己都抱不到 我够不到 那 所以你看 友谊 或者别人的周围多大 变成一个西等池 所以他大概是这样的作品 然后我住村的这里 我要知道这个美术馆的周长有多小 我跟美术馆的员工还有艺术家 要求捐艺术给我 然后第一件内部当然是我自己的 然后我就一直拍照 我总共有七十七件 所以在第一个阶段 我开始做我的标折 就是那个弱点 后来呢我花了三四个月 把所有的布料依照顺序 不剪断就连续的 然后第一件衣服跟第二件衣服 就缝合在一起 我做了一个新的事 第三个阶段我开始设计 我就从美术馆这一端绕着它一圈 结果在二十一号衣服的时候 包围了这个美术馆 所以二十一号衣服 不就是这件当时这个影像 当时我包围我身体的所有的布料 这时候包围了美术馆 那当然这反映一个问题 就是艺术家跟艺术机构的关系 还有这个衣服包扎了这个身体 现在它包围了这个机构 因为其名测量就是 我定了一个规则是 我每个月换一次床单 然后到月尾的时候 我用胶带把上面的灰尘全部张起来 那胶带不粘的时候 我就拉出更沉的胶带 一直到我发现没有灰尘会张起来 所以作品是怎样 结论是 其实跟我关系在纽约最亲密的是那些灰尘 因为他们跟我睡了三十天 然后要知道 台北艺术村的高度 我要用身体去测量 那这艺术村有三个高度 前面三楼 后来三楼到四楼这里 四楼上面还有一个水塔 所以我就用我的手楼 我定出三个单位 手楼 还有两指的宽度 还有拇指的指甲 那我用最大的单位 就开始往上爬 后来请到吊车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 最大的单位已经会超过 就开始第二大的单位去测量 最后用指甲 然后我就一直计算 那我到了这个女儿墙的地方 我就会移过来 我就用宏气管的方式 所以我从在这里可以继续推进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 四十九个手肘 然后四个这个 然后七个指甲 我的文件是 这都是台湾竞选的符号 本来我要做 我要在两个月做 他们不让我做 因为那美术馆对我们很不好 那我还是各三个单位 但是我的手中是 结果 然后我就说 我要找义工女 咖啡 找登山人帮 然后吊上去 他们都不愿意帮忙 那就 我总有一天会报仇的 所以 所以后来我提了一个计划 我说 我跟医师昨天讲说 他们也不理我 因为当然我有点疯 我说 可不可以让我册总统服 那我两种都做 最后我会有一种 这些符号的民调 每个月 靠着IP的地址 只能投一次票 所以如果你执政很烂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这个 你执政很好的时候 就 这个 就是 大家 就做梦 然后台湾版的中心边界 就是 对 就这些地方 然后我都订了 东京给多少 这不是纽约版的 然后 我在台北区庄住住的时候 我要次聊 我回家到高铁站有多年 我就买了一个New Balance New Balance 关系跟平衡有关 然后我就搅连着搅测 结果最后呢 从工作室到高铁站的入口 是2294个New Balance 也是一样 用品牌做一个 一段经验的搅拌 对 对 对 一个待会 那连下楼梯的时候都不能中坏 好 好 这个是我要知道市民大道 有二段有多长 方法是 我买了12瓶的Journey Walker 喝了威士忌 然后喷出去 然后要算几口 那我的单位叫Speeding Journey 就喷射墙泥 就一个喷射墙泥 两个喷射墙泥 然后 好 就开始做了 从这个入口 从这个入口 有一瓶手没拿的打破 所以 对 最后有点帮了 我没有喝 就是吐 可是就是 因为那个四十几%的酒精 最后是 三百三十四个喷射墙泥 然后 当时都有收据 好 那我讲一下走路 对我这件事 就是 我要控制雪范 饭后要走路 那我不能白走 最好走路 还是做作品 有一天我去 那时候我是总总的医生跟我说 他说你不行 你太胖了 你今天八十二点多 你要减 好 我就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 我离我家不远 有高雄银行 离我家比较远的地方 有一个 台湾银行 这两个银行的距离 是三公里 所以我从我家出发 去再回六公里 那我的想法是说 我想要把整个城市 当做一个健身房 可是提款机 变成一个走路机 你知道吗 那 但是这要花钱 因为跨行转站 一次扣17块 所以我开户 我在高雄银行开的时候 我开了 开户了一千 再加 就两千七 但台湾银行是一千 然后我就 我都要算好 我要转 然后会损失17块 我就把钱搬过去 那我就一来一回 钱越来越少 对不对 最后 走了100次 那我的目标是 要捡5公斤 5公斤 这是第一次 然后我的文件 就是用这些感乐器 所以 23次 那时候已经到7月9公斤 然后7.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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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次的准备到7.6公斤 54次的准备到7.6公斤 最后我走了600公斤 转站100次 到7.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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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算一下我的账单 所以 我平均每公斤代价 200公斤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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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听说台北 有减肥中心收 减一公斤 收1万 那我这里 免费告白 但是 我觉得要87万不得 所以我第二件作品 我可以完全不花钱 可是我第二件走路的作品 叫做合作金库 我这次找了一个好朋友 他是我的人头 他在合户开了一个户 那一千块我给他 帮他开户 ATM卡给我 密码我自己来挑 那我在我的合户 也找到了 就开户 合户离我家2.5公斤 所以我走去 转账 回来5公斤 然后呢 我买了一双全新的鞋 我开户 一千零零 这边一千块 因为是同银行 所以转账不收钱 然后 所以全新的鞋少了 然后 每二十次不就一百公里吗 所以我用每一百公里少一次 好 现在目前是一千六百九十公里 那个鞋底已经破了 所以我不能再走 我剩两次要走 走到一千七 但那两次要留着 要拍摄录影 你知道我需要影像 所以我需要 但是 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这跟鞋底一样 让你看到无常 这所有的磨损 都是我跟这双鞋起经的 所以 所以 好 现在我们很快的 讲 就是说 我向来不是现代主义的观点 我不是为了艺术而人生 就是 我一直是让艺术作为一个服务我自己的工具 因为我遇到困难 艺术给我一个出口 然后 我用它来图围 然后 显示 我们 人存在的处境 然后 或许 借着这个 我们可以领悟先到你 然后另外就是 艺术跟生活 合一是可能的吗 后来我的理解是 本来 从来就是同一个 关系在你怎么用 比如说 当我在走路的时候 我在控制学堂 而且我促进我的心血管的循环 然后 我把泛后的高血管慢慢降下来 可是 我也在做艺术 可是 当我在做艺术 当我在做艺术的时候 我就走得很有力量 你懂吗 因为我在做艺术 所以 为我自己找到一个个别的意义跟价值 然后 另外 我 我 第三点 答案会让有些人失望 我认为艺术没办法解决问题 艺术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宗教的价值 所以 艺术就算是一个 帮你渡过一条河的船 如果 他真的 多数的人 这艘船过不了 如果你有幸过了 你 没有必要背着船走 对不对 你应该跑起这艘船 所以 这是我的 然后 另外就是 对 我觉得 我起码解决了一个一举两得 然后 就是 你用什么心在看 你说 这是保健行为 不是 这是创造行为 可是我其实是同 我就在做一件事 可是你用不同的观点 你就知道不同的内容 然后 另外 就是 就是 最后一点 我现在修改 我说艺术道的摆脱虚无 有点力气 有啊 是有一点 但是 艺术其实是虚无的 然后 嗯 但是 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不可能 其实是我心里的不可能 但我一定不可能 可是我没有 我其实在心里面没有放弃 但能不能 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看死人那时候 有没有礼物 或者干白多了都剪掉了 OK 就这样 谢谢 谢谢 谢谢金华兄 精彩又有趣的报告 嗯 我简单的稍微回忆一下 我觉得 我刚刚听的这个是 这样入民 嗯 我可能没办法像你讲的 那么有趣 但是我觉得你的 那个行为的那个 那个历史里面 嗯 让我看到一个就是说 原来其实是从一个自己身体的 也许我们从医学的角度 展示一个缺憾的一个经验 嗯 去反观自己的身体 而 而 后续的对 关于身体的这个开发 可 可能也许也跟你呢 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活叫的经验 我觉得我在你的作品里面 看到有一种东方 身心成立的那种价值观在里面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感受到 你在面对物质 其实物贱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把物当做是有生命的 好 也许铅笔也好 或者是 嗯 甚至我觉得 当你用你的手 你在测量 每个DFD的建筑物的时候 我觉得你跟他对话的过程 其实是 并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死的东西 在面对它 好 那这个方面 呃 我也许很简单的简化说 那是很像 那具有东方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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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別喜歡你那個走千里面很強調的一個東西 就是你要自己走過的面前 你要自己活過 要自己去經歷過的裡面的那種 活過的經驗這些事情 然後我也發現到PSY的時候 其實作品的那個面向越來越朝向 比較像身分政治有關的一些面向來討論 也許是國族的 也許是身分認同的 或者是說藝術家在一個異地的那個場合裡頭 面對的那種身分政治的問題 不過這個是我剛剛很快的在聽你的那邊 跟那個說明裡面 馬上我一小的也許你不太懂一人的 可以等他再說 那不過我覺得這裡頭 我覺得我感受到最有趣的部分 就是說原來這個藝術家對自己的內在經驗 本來是用的一種非常專注於自我內在經驗的 那一個方式在面對自己的身體 可是到了後來這樣的一個討論 其實它打開了更多的可能性 特別是我覺得你的那個 生理行為的部分裡面 其實常常是透過一種勞動的過程 然後達到的那個結果 其實並不是一個生命好的一個目的 而不是強調的那個過程 那個過程的本身 很像是一個修練的過程 我不曉得這樣的事情是不是適當的理由 也許等一下進化就可以再回應 那剛剛提到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藝術是不是還是一個有用 或者是有價值的 那我想把這個問題丟給高俊宏 對那我覺得高俊宏早期很早在 也許是大學剛畢業那幾年做了很多的行為的作品 也許是自我做監視的那種行為的作品 可是最近這幾年他的創作型的計劃 其實把身體這個概念做了更大的一個擴張 也許非常的回憶這次了解中設定的這個主題 就是擴張性的身體這樣一個密題 那我想我們等一下還有時間討論 我們現在這樣的話 我拜託方教一點高俊宏 主持人金華老師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興來這邊 因為其實金華是有非常崇勁的流言塑膠 在各個方面 那我也很高興說 台灣還有這樣子的創作 也是用非常深層的方式 就是在面對益塑膠 那其實剛剛在開始是親吻友 其實就是閒聊一些事情 所以不然我很想要講 就是東亞 東亞的身體這個東西 但是也許可以等一下可以來談 那其實我先從很久很久以前 在北力大的時候 其實也許我跟那個 石老師有一個共識點就是說 他對於師大的失望 可能相當於我對於北力大的失望 他那種失望是一種很強烈的自分改變 就是說在那個 我曾經在高中的時候是 就在牆上記下來我畫了幾張水菜 就是在那個美術班的時候 那高中我記得是畫了快兩千張水菜 就是非常多 就是反正跟垃圾一樣 就是反正跟垃圾一樣 正面畫完畫在背面 然後不然在哪裡泡水 可是這種很誇張的這種 瘋狂的舉措 也許經歷了一直到 近了北力大前兩年都還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我一直在一種 好像是也許是很古典的語言吧 然後也許是一種 你也可以說 它根本就是關於 人物的在線 就是個體的在線的這個問題 那問題是說到了1995年 也這是我大概大二部的大廈 那個時候我其實開始進入了一種 很奇怪的一種反繪畫的一種狀態 就是說其實我不相信那種 我其實個人 我不相信我可以再為我自己說些什麼話 我可以表現我自己嗎 那我表現的真的是我自己嗎 所以那個時候在一種非常複雜的一種 在線的困局裡面 就是我到底有沒有辦法在線自己 這是個困局裡面 所以我就做了 也許做了人生的第一個 跟身體有關的一個作品 但是這個作品 其實這些素描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代表了 這裡面有層層墊墊墊的一種 我試著去瓦解思考在線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作品 我大概就放一張就好了 因為這個其實十年前出版一本書 這本裡面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簡單講就是寫生 就是我的身體是在對這個美術系管 做一個寫生的一個工作 但是我已經從那個就是 好像你有一個畫筆 可是你那支畫筆忽然間慢慢消失了 變成會生下你的身體 那你的身體如果去置入插入 如果去感受 躺在這個花筆的建築物 躺在 走在哪裡 躺在哪裡 也就是說它已經從一個 我們講也許 也許是古典的那種象徵的語言 就是 更回到一個感知的狀態 就是透過身體的接觸 身體的擺自 等等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在北大的 那個時候叫南北畫廊 我就展出了一系列這種到處躺的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工人去施工 他說你們學校的學生在展屍體 所以他有時候怎麼那麼多屍體 就躺一躺去 我後來因為這個在線的問題 其實困難我滿久的 我現在放的都是大學時代 那個時代其實 就是說 我覺得 也許是受那個 某種 我不願意回憶 或者是說 恐怖的學歷經典的思考 就是我讀了太多的書了 然後一直在一種 沒有辦法離開書 沒有辦法離開知識的框架 然後沒有辦法 走出來的那個狀態 所以 很多時候我都懷疑說 我到底是在問一本書 或者問一個法國的作者 或者問一個 譬如說很流行的 德查詩 或者說 查科等等 我到底叫做作品 所以 我覺得沒有那麼快解決這個問題 我只是說 但我現在已經解決了 我只是說 在那個時候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就是那樣子一個狀態 所以 關於什麼是一個作者 其實在前面的階段 已經 那個身體的脫離 沾線語言的系統 其實已經開始出現 可是我後來又嘗試的把這種 不具體的 沒有符號 其實沒什麼意義的這種 到處塗抹的這種出現 把它擴張到一些 像這個是北投 可能現在還是一個廢墟的廢墟 在那個 護星鋼捷運站那邊 等等的 在很多地方做這一類的 身體的操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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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 我想知道這個 這個其實都是video的翻範畫面 就是錄像的翻範畫面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那個時候 至少我自己是在處於 另外一個層面就是處於 對科技的感感 那我就是用簡單的 用粗糙的 用一種不會太干擾的方式 在做紀錄 所以像這個其實就是 架一台V-8 那時候可能 有些人沒有聽過什麼叫V-8 就是一個小型的攝影機 在那製作的規格 然後其實前面是一片玻璃 一片玻璃 然後我就是在玻璃的後面 塗就是蒙面 然後塗塗顏料等等的 所以這一個系列 其實它陸陸續續做了很多 在 在北投那邊 那後來我想 我想念一段前面這個文字 就是說 如果我是一個作家 並且死去 當我的一生由於某位 有好而公正的 鑽技家的努力 而被歸結為一些細節 一些偏好 一些波動 或者說 歸結為鑽技術 那他們的特徵和變化 將超越任何個人的命運的局限 並且像一筆牛骨的原子一樣 觸及某個未來 注定遭到同樣分解作用的區域的話 我會非常高興 那其實我是在 某一個深夜古早這句話 當然如果理解的話 這個其實就是軟發痕的口吻 所以在那個時候其實 我受到某種程度的震動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是 我就是在想說什麼是被個人的 這個東西 我就是在想說 如何它鋪 跟 就是所謂的個體在線的這個問題 因為 也許我懷疑這個是西方的限制 我想等下各位來談 這是一種 剛剛有提到Bicar 那我也許懷疑 那是一種Bicar的透視法 我想在東方或者說在 未必是西方的世界裡面 他們對待藝術或者對待 對於說藝術的行動或者行為 未必是那樣子的透視法的方式 好 其實在1998年 也就是我大概快要離開 大學的那個階段 我開始做了一系列叫做 社會化的無聊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是 好像一隻烏龜在跑 其實他在追捷獄 那我後來就跑去追了 然後這個都有拍部下 也許可以在部落格上面 看這些影片其實都有放上去 就是一個人 那個時候好像捷獄剛開已經有幾年 然後我就這樣來回衝 其實衝到最底人會越來越慢 就是因為會跑累 反正你跑不過那種機器就對了 然後他跑得很快 然後我就慢慢慢慢跑到 鏡頭消失的地方 就等下一班車來 下一班車來的時候我就起跑 但是總是機器比較快 所以他那個捷獄又用的先跑過來 然後我又一個人非常疲憊的 慢慢慢慢的這樣 慢慢跑回來了 這個叫追火車 在那個時候 就是其實我在想一個問題是說 我覺得藝術家在那個時候的想法 是說藝術家根本就是 做一些這個社會看不懂的事情 然後他被說成無聊 但我們知道他不是無聊 因為我們就是必定在做 不然不然那麼為什麼 為什麼他這麼疲憊 可是那個無聊是 幾乎好像是被整個社會區底 或者被整個社會所解讀出來的 另外一種 你到底在幹嘛的這種狀態 所以我就故意用一種社會化的無聊 就是我這個無聊是被你這個社會 所搞出來的 另外一個系列就是不停的跳 在各個地方跳 這跟姚惠宗那個跳一次不一樣 因為這個是一直跳的 然後這個在放水的那個 區城市那邊 他說剛好有警察經過 我覺得他們停下來 在影片中有 就是他們有停下來看了一下 然後又走 但有些人是走過去 又再走回來這樣子 所以他們不理解我在幹嘛 可是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這個世界的人 就是水桶的移動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是最值得移動 而且你們工作那麼累 但我跳得很累 就是跳到很累 才停止的那個狀態 那最後一個卡 最後一個點是在那個淡水的一個公共廁所 這個後來是跳到 不小心撞到一個公共廁所的那個上面 所以影片就終止了 就是這樣扛這樣 那一直到在處理這個社會化無聊 其實有很多很多 包含我吃過報紙 可以木花水果等等 就是這樣一種很恐怖的一種 一種自我 就那個時候會用自我聊的字 就是說一種 到底想要理解我在這個社會 或者我在這個世界上 到底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那我講一個小小的經驗好了 就是說在 大概是我剛 等待當兵前的一兩個月 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然後有一天下午 我記得應該是三點吧 我就跑去一家麵包店 要去買麵包 因為那個時候大概是剛出門的 剛出門就香香的這樣 溫溫的 然後三四點的時候我就看到 一個媽媽牽著一個小朋友去買麵包 我覺得那個畫面震撼到我 就是我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這樣 這整個被擊垮 我覺得那時候是差點眼淚流出來 可是我覺得我為什麼不能像一個正常的人這樣 你知道嗎 就是說 好啦你可以帶著小朋友去 其實剛出門的麵包店 那是多美好的一個畫面 所以那個時候回來我就決定做一個跟吃有關的作品 就是吃報紙 然後我的計畫是 我後來那些東西都有留著 就是說 每天吃一份台灣的報紙 就是這個資訊社會 但是我不是真的作文 我就是講 然後另外就是 每天吃一份台灣土地的水果 這是兩種維度 一種是資訊的社會 產生出來的產物 報紙 所有愛恨情仇 全部在裡面 可是另外一種是最無聲的產品 它是從土地出來的水果 它是什麼都沒有講 可是你卻感覺到那個甜味 那我就做了 反正就是一個小故事 就是在當兵之前 當然我今天沒有準備那個 不好意思 給大家可以有機會講 後來就是 還是延續在不知道自己要幹嘛的狀態之下 所以就做了一台 跟自己有關的一個車子 叫 它叫地心號 反正 總而言之它就是 可以打開 我可以睡在裡面的 一種 一種裝置 我會真的睡在裡面過 那時候在 在那個 北藝大的時候 其實我是單獨住在一個很 晚上是沒有人的地方 就是在那邊過夜 然後就睡在 這個跟棺材有關的車椅 當裡面的 在像油掛啊什麼 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 都是以前的一些小的作品 就把它放進去 那某一天我就計畫性的從 從我家就把這個 甚至可以折疊的車 因為我要背 我要背去旅行嘛 所以我要讓它真的可行 就 所以它是可以折疊的 然後我就背著它去坐 火車去 高中去旅行這樣子 那也拍了很多 其實是沒有幹嘛 其實我就是在一個城市裡面 有點像波特來的那樣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這個城市裡面要幹嘛 然後你也沒有 你要幹嘛其實也都無效 然後 所以你就不要幹嘛 你就到處走這樣 所以我其實 只是在做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announcement 就是說 我在討論 或者說我在地位一個藝術家 在社會中的感覺 所以整個過程是非常緊張的 因為有一個人幫我拍 可是我路上不但受到那種 我覺得是 就是下午也不講了啦 然後還有些人要檢查我幹嘛幹嘛的 就覺得我到底是在做什麼東西 那我又不是有表演率的人 其實基本上我是 我大概以前連講話都會發抖的那種狀態 所以我其實沒有辦法表演 可是做這個 這個 這個我也從此離去的這個東西 一個人帶著一個箱子 箱子裡面裝的 這個 這個 相片是流鼻血的相片 對 就是 等於是說 有的時候你像是 把內臟翻出來 把內臟翻出來 翻到外面去 然後就走在路上 給人家看 他看人家會怎麼樣的那個狀態 我覺得是在做自我定位 我在那個時候是在做自我定位 我現在特別喜歡重新回來看這些照片 有一個很好玩的樂趣就是 我可以看到很多古典的車子 就是現在已經不太有分汽車 喜美啊等等 那可以說延續這個狀態 後來做了一個跟球有關的 叫做一個泡沫的消息 那其實那個時候我就請工廠 板橋的一家氣球工廠 訂做了一個 他們後來 我跟他們講要做氣球 球體 然後要有一個門 他們後來做成一個南瓜 然後 但是還是可以開門 然後 然後 老闆說 如果下次 他再接到這種案子的話 他們工廠的女工要集體辭職 因為太難做了 而且他可以消風 可以重新灌 所以我就帶著這個球 其實到處去玩 到處去 而且在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活動這樣子 好像那個就是推球在那個 山枝 山枝的海邊 在那邊玩這樣 然後我還帶他去合完山子 對 就是整個漏風 然後當然面衝進去灌 灌起來 把我的那個打氣 整個都踩壞掉了 因為太大了 那時候合完山子非常的寒冷 聽說是那年最冷的 一天 後來在這個球 他有 拍了一些 錄像的紀錄 就做了一個支架的東西 然後拖到那個東澳 這個是東澳的海邊 有一個叫等鳥里 湖港 我就拖到那邊去 做夜間的投射 那其實這個球 也大概是我討論 剛剛有提到那個作者的問題 最末端 就是那個個人的問題 因為我為什麼要做這個球 是 我忽然有一天想到 其實作者就是一個文化的空派 它就是一個模 然後你的所有的東西 有的時候像那個 剛剛家人有提到那個界線 身體代表一種受威脅的 或者是說反射的那個界線 我想在某種 在某種文化的 形態裡面 它也代表一個界線 它會定位你的行為 它會重新定位你 譬如說你是一個作家 你是一個什麼什麼 可是 我那個時候很大的疑惑是說 那我 我如何 我當我不做藝術的時候 我就不是藝術家人 其實這種古典的問題 那個時候其實一直在想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反過來就是 從一個封套這個概念 重新來 等於是說把這個問題 或者是說把這個 把這個東西可視化的一個嘗試 但這個作品其實花了我滿久的時間 大概接近一年的時間 在那邊拔來拔去的 最後是在那個 肯鳥雲港租船 真的去 加了三台投影機 拔出來 那這個畫面是 因為 把球拔出去的時候 忘了帶一條那個影像線 所以船又開回來 岸邊拿影像線 所以就是在船上派的樣子 其實是有點悲哀 就是說在處理這些工作的時候 也許沒有那麼好玩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在 處理我們真實的狀態 它其實沒有太好玩 最後大概在2013年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那時候也剛好想 整理自己的一本書 然後二方面我覺得 我剛剛為什麼會說 行為藝術這個東西 我不太能用 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在這間作品 我就覺得已經做完了 對我來講 我沒有辦法再這樣做下去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從外山頂洲登陸的一個過程 但是 它其實有點笨重跟浩大 但是 根本 你們要幹嘛 那我就在 東石港租了一台漁船 其實是受編 因為他們剛好要去那邊挖 種化成的東西 外山頂洲要防止 外山頂洲的消滅 所以他們會種很多 主力 或是一些定位的東西 所以就跟著工人 一起搭船到 到外山頂洲上面 那其實我花了蠻長的時間 做了一台那個 KAO03 就是2003年 那KAO就是我的 我的英文的姓 後來有人說這個是花王 就是花王系列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花王3號 然後這袋的花王3號 就真的有點登陸 然後 簡單的就是 等於生活了一下這樣子 然後就把它拆回來 那 我覺得我做完了 真的 然後 我就停下來 停下來以後 我當然一方面整理 太龐大的 過去的 那些 那些資料 也許可以 也許 也許有 也許有 頓重 或者多少的那種文件 幹嘛幹嘛 就是掃描啊 然後 重新再補一下 可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 我開始 停的原因是 我後來在想 因為那個時候 的這些行為 好像 有入圍很早的一次台心講 結果 我那時候也就去了 然後 我的媽媽就去了 因為她是第一次看到 看到我的作品 其實在 大概 二十年以後 她第一次知道我在幹嘛 然後她就說 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這件事情 我說 你怎麼會這樣找他幹 我就想說 好 隨便 可是這個事情 我有聽下去了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 2005年的時候 2004年的時候 我爸來了 我剛好 過世 過世掉了 所以我就 我覺得那個是 你沒有辦法 再思考的狀態 就是 你的世界被 很多東西 一下子就佔君主了 包含說 人的死亡啊 等等 人的 輕人的死亡 然後 作醫術到底要幹嗎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有點轉變 就是說 開始 想要透過 透過藝術 我想也不是太功能論 就是說 其實我還是在解決我的問題 但是我就透過藝術 希望做一個 跟家庭有關的調查 調查跟 互相 互相工作的一個計畫 所以這個計畫 就是叫家計畫 但也拿到了國議會的一些 金錢的補助 我就 我就開始做了 那就在報紙啊 各個地方去登廣告 希望三組這樣 我做 那我進入他們的家庭 我對他們財報 然後 跟他一段時間 那 再來就是說 跟他們一起思考 因為總是有一個具體的東西 所以我就希望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一起來 簡單的帶一些東西這樣 構造物啊 所以 畫面上看到 就是三個家庭 三個家庭 上面那個是板橋的一個擔心家庭 我覺得過程是很有趣啦 因為我等於是說 都進入他們最佛心的家裡面 然後他們 因為外人的進入 所以他們之間的對話關係都會改變掉 都會改變掉 就是有一個聽故事的人在 因為我大概就是從他們家族的歷史 去追問 你到底曾經住過哪裡啊等等的啊 然後 然後 你人生 大概發生過什麼事情這樣 所以 這個對話是說 彼此之間 會講出彼此之間 並不知道的 工具 會放出來 那 我覺得這個過程其實蠻有趣的 那像最下面的這一組啊 可以看得到有四個小房子嘛 這個就是在民生東陸的 一個 一個 四個人的家庭 那也是一樣 我們都 對他們 進行了蠻多的理念的 記錄 之後就是 或者說 那你們 我們一起來 該個什麼東西好不好 他們說 好啊 可以在他們家樓裡 因為他們是四樓啊 頂樓是空的 他說 他們真的很希望一個 大家住在一起 又可以一直看不到 對頭的地方 因為實在太煩了 所以這是很典型的 那種都會的 感覺嘛 那這個是在新竹啊 他希望是 我們等於是說 把某種 遺想物的缺憾 用一種 簡單的構造的方式把它構造出來 這個是 在那個 窮 窮林鄉那邊 有一個 二合院 二合院 也就是說它其實少了一邊 你可以看到那個 左上角的圖 只有兩邊 它其實少了一邊 所以我們就 我們 我沒有辦法幫他們真的蓋出來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敬佩 可是我們用一種藝術的 互動的方式 來做這個方式 那最後有一組是我們一起旅行到台東的場地 住在那邊 然後 在海邊蓋了一個 類似打場的一個地方 因為他們 的媽媽 其實 應該是立宗吧 那這個 這個都是一些計畫的過程 所以這個 這個計畫其實 我覺得 如果我現在來做的話 可能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也許我有更好的 拍攝的人 也許我有更多一點的資源 不過我想在那個時候 對我來講 是 是自己調整自己蠻大的一個東西 那06年之後 其實做了一大片 跟政治議題 或者說社會議題的關係 像這個就是 我們曾經 在幾年前 做了一台 那個 仿造 台灣黑道大客會 開的 BMW 319 的腳踏車 那其實我們是 印了三本出租來 我今天忘記帶來 就是 關於花火的問題 然後 我們就是用這個車子來 把火鍋 有一段小小的影片可以放 好 那特別注意 它的車牌是 替倒於49 這是台灣速速9 這個車真的很難搞 因為它是 我們從一台 一體39的小模型 每個地方乘以39 乘回來的 所以跟那個 兩個做雕塑的學生 就是這樣 對 我們會有 一體 雕塑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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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从北一单出发 所以不经过一个该死的地下刀 然后狗都在背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是在发传诞 就是发那个 因为这样才有人 这样真的很多人会来答 只一个只一个 而且很快就上新闻 这个路面很多人都停下来 而且我们的车底是写欢庆花火 因为我们这样才能愤怒那个花火那边 很多警察在那边 其实整个交战都撒成一片 他交战也跟我来送出来拿了 他以为真的在放弃花火 可是里面全部是我们找蛮多人来写花火的问题 就是 砍老树啊 那这个是真的要进入那个比较多警察的区域 所以那个警察就来问啊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要丹青花火 可是事实上我们根本不是 那是中山北部跟民主东路的加加坏 那是中山北部跟民主东路的加坏 這首歌 這個都是讓花博排隊的人 他們都衝過來 有時候花博有什麼新的設計 所以我都是煩的 這就是前面那支火灼菌 這首歌是神都在會後 本張這五個年 被開手 是有幾年 或是沒頭髮的幾盤 是莫許有 好 那這個就想換一遍 其實我們那段時間大概從加計畫之後 我不知道還剩多少時間 喔好 那快點 廢墟 我後來其實開啟了另外一個就是 跟廢墟有關 但這個廢墟其實很複雜 因為它在我這幾年的關注的焦點 是關於新自由主義的這個東西 那因為我的母親 她在1995年之後就進入一種 有點奇怪的 她在市場賣內衣 可是1995年 大陸開放了兩千四千萬套的內衣 到台灣 其實找自由貿易早就開始 所以她開始變得有點 就是很沮喪 因為她覺得她在賣一個很賤的東西 就是從一間一百華克爾 到後來是三間一百 到後來是五間一百 就是跟大陸過拼 所以她整個後半的20年 幾乎處於一種 沒有辦法往回的哀傷理念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是我開始進入這個廢墟的計畫的原因 就是說我要找台灣這三十年來 關於這些東西的證據 空間證據 其實它不是任意廢墟 不是沒有人租的東西 然後我們跑進去 不是這樣 而是說我要找的就是說 這三十年來 從1984年9月余國華 他宣布國際化自由化的策略之後 台灣到底改變了什麼 我覺得那個改變是跟借延的改變 很不一樣 那個改變是 過去是判死 可是現在是判死 就是判你如何生下 判你如何生 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跑去很多廢墟的地方 包含說這個是 就是台七客運 在1990年的民營化之後 新自由主義一個很大的特徵就是 公共資源的私有化 它其實在叫做 叫做 其實應該講就是財團化 當然從台七人那邊 他們很早就在搞這一套 所以我最早是在台七的一個客廢墟 我就畫了一張 1871或1872年 John Thompson的一個相片 這個相片是在老龍心那邊拍的 也許是台灣最早的一批相片 然後 我就把它畫在那個 那個台七客運的廢墟裡面用探墟 所以剛剛也很巧有講到探墟這個東西 所以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很像一個 河床 就是它的地 廢墟的地面很像河床 所以後來我就又再畫了John Thompson的一張 是在一個叫台灣因為WTO 在2012年最後關閉的一個礦場 因為那時候 進口煤太平的一公噸是一千塊 可是台灣開採一公噸是叫三千塊 所以台灣的煤礦礦風 從80年代末行就開始解散 然後這個是跟我最近去曼特斯特那邊 做一個叫兩個1984的計畫 是有關聯的 所以我就在 最後一個觀察的荒床的廢墟 就 其實也拍了一個短片 就是一個叫阿庫瓦的 荒床上吊的過程 但是背景呢 其實是一樣是江湯神一張 在誘惟裡的照片 可是你可以注意到 我上面原本的人 我都沒有畫上去 包含這張 這兩個小片我都沒有畫 我事實上好像在等待往中 我們鬥氣來填補 可是後來很曉得看你一樣 就跑去拍這個場景 然後他剛好用到兩隻 就是放森跟錄一鏡 這個鏡頭 所以他覺得 我後來有跟他講這個 他說 等於是他幫我補上這兩個人 那像這裡是海山煤礦 就是那個招攬有去過 海山煤礦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震撼的一個場景 那1984年的 應該是6月吧 就發生了一個很大 12月發生了 92個人死亡的一個爆炸 那我找到了一個叫李文吉的攝影師 他拍的那個爆炸案的那個相片 我就把它畫出來 我們就把它畫出來 在現場 這個概念其實不只是繪畫而已 我想他一個層面之地 影像把某種具威脅性的東西 拉回來 第二種概念是說 它是一個生產 因為我們都在裡面拍 拍一個短片 雖然現在都還沒有公開 也就是說 它其實是把廢區變成片場的一個概念 那另外還有一些肢節的 包含說我都會找當事人 就是這個是巴士民爆炸的 唯一生還者周中武先生 他就是吃人肉 吃他同班的肉 他拍了一段影片在現場 他在開講的時候 講到他來打文字 結果又再撒剩一次 那怎麼辦 那有些是軍事的廢墟 有些是牙刷工廠的廢墟 就還沒畫完就被拆掉了 有些是台糖的 因為台糖其實你也知道 就是根本就迷你畫 根本就是這樣 兼賣過度的一個工具 可是我並沒有直接去碰這個東西 可是我希望透過相關的照片 相關的力量 讓它從現在現場 也許會有一點哀愁 也許會有一點什麼 可是我覺得在裡面 其實我們是重新把故事講回來 所以像這張在總爺的堂場 它是一個台糖運動會的照片 我們重新去找到老員工 跟他要照片 然後我們就在現場 很多朋友一起畫 那這個是跟311 有關的一個場景 我後來也做了一個 其實也很巧 也跟穿衣服有關 那當然這個是 這是剛剛最後的礦坑 那個 像是拜拜 投出來的衣服 可是我後來去展覽 聽說在城底 是有人回去就類似種血 不然就書架上面 書會倒下來 反正好幾個例子 就是後來是有 就是城底那邊的法師 就去說 其實有三個靈魂 空中靈魂還住在衣服裡面 所以我就做了 因為我覺得 我要把那個溫度 本體的溫度 代表就是衣服 所以其實我就做了一個 跟穿多衣服的關的東西 那這個衣服是從這邊來的 就是 我的助理第一天 跟我就到這裡 然後他那一天才點自殺 就是我在平安來的 其實歷史是一個 很強的一個東西 那最後 剛剛那個張先生死掉以後 張正光 我就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開始 在那這時刻就 寫了 現在還在寫 大概快十萬字的一個小說 就是我要重複他的一生 因為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蒙明者 沒命啊 這樣 然後 另外 其實這三本是今年會出的 所以 也順便打輸一下 這是小說 這是那個讀書公的國那邊 會寫著 另外一本是陀螺 陀螺就是從 2006年 大概我十年會做一次總真理 那今年差不多是十年了 所以陀螺是我寫過的 這十年的作品跟 跟那個論述 有些論述 或者有些言論 那諸仲 諸仲這個東西就是東亞 包含日本、韓國、香港、台灣的 就是藝術行動和社會行動 我想等一下可以談 因為這個書 目前也差不多快完成了 也許有機會可以來談諸仲這個東西 就是諸仲如何從西方的概念 變成 我們在這個實踐 最後是 這次的談心獎的獎金 雖然請不要問我說我為什麼沒有拿到 就是反正 我就是會來支持這個激化 就是台灣、香港的市政後來調查 而且是用口述歷史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 我們在談那個 Jetification的這個問題 都是一些資料 都是一些什麼 可是沒有人從口述去問說 這個花火到底誰受害 那個受害者他到底是怎麼講 這個歷史到底我覺得想要把它 所以現在是請一個叫柯念浦 防守的一個策展的 也是學生 請他做一個 跟我一起做一個一年的研究計畫 所以那個獎金會拿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我好像拖了那件事情 所以不好意思 就到此為止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俊弘剛剛從這個 這個大學前後的自我做見事 被媽媽說 你台灣那早餐給你 的行為一出到 至少到最近很積極進行的 可能會去經營計畫 謝謝 謝謝